詞曲 李宗盛 歡迎大家出席香港 月娥超級聯賽場 詞彙賽第三輪賽斯 本來的電台是 徐蕭關愛作李大宇斃 對賽雙方為 正方金鮑輪長老會要賭中堂 及泛方寶陸奧勢書院 現在與我們介紹雙方辯語 正方主編梁吳榮的時刻 第一副編 王詠詩 第二副編 劉子爺 第二副編 林勝英 反方主編 李宗盛 第一副編 何仲雅 第二副編 李麗瑞 葉辯 陳詩文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論 為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行堅落中學編論隊 負責老師 林勝英 中大粵語辯論隊前隊長 陳奕康先生 李麗瑞辯論隊 前三十年有一丁平使 教宗則有兩丁平使 超市十五年周匯連丁幾下 詳細 採訪之前已經發佈會國參賽 學校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現在請正方主編發員 你有四分鐘時間 請問雙方 準備好小孩的小事 請問雙方 評判有何同學 正在各位 大家好 關於座或日本叫優先座 台灣叫國外座 其實都是今天別題堂中所指 在家庭工具上鼓勵乘客優先讓座給孕婦、老人、財政人士等有需要人士的座位 以宣揚關愛他人的精神 座位通常會加以貼紙義標示 而在香港,港鐵和狗瓜分別在2009年和2001年引入關愛座 雖然港鐵命名為優先座 但其實推行的方法和理念都跟關愛座一樣 所以都是關愛座的一種 但30年的過去,實際的讓座情況有沒有很大的改善呢? 根據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在2014年的調查報告顯示 有近四成長者,過去一周出外時完全沒有人讓座 當中小部分的人即使開口要求讓座都遭拒絕 可以見到實施關愛座之後,讓座文化其實沒有明顯的改善 但不過這個文化就越來越普及 市民見到有普通人坐在關愛座,馬上就會拍下旗照片 放上去面書,又或者網上討論區道大肆地去批評 讓大眾去公審 一個個關愛座,變成一個個的批鬥座 故此,今天面題成立與否的標準 就要比較,在有和無關愛座這一種情況下 更能夠減輕批鬥的風氣 以及做到原本關愛座 希望幫到有需要人士的精神 我方便面題仍有意 第一,令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不再受歧視 其實有些有需要的人士是很難從外表去察覺 例如是懷孕三個月的孕婦 其實肚子都未大,外表都看不出 又或者是瘤傷,頭痛,心理痛等 外表分別不到 2015年東方日報就報道 香港有一名腳跟健斷裂的男子 雖然外表不似受傷 但其實事實上行動不便 坐巴士回家時不得不坐上關愛座 誰知就被長者怒罵 而且不止香港 2017年台灣有一名懷孕三個多元的台灣女士 因為乘搭火車前不適 便坐在關愛座上 但就因為外表看不出 而是一對年輕的情侶雜貌 他只可靠在車身家 更因為這長時間的暫立報紙下提出血 可以見到關愛座令市民附近判斷 只有有需要的人士才可以坐關愛座 而分落了 而是這類內表觀察不到 又或者是很難證明 但同樣都是有需要的人士 令他們受到批評和歧視 相反今天取消了關愛座 讓座的標籤消失了 這些外表看不到的隱性 有需要的人士可以上錯就錯 不用擔心被其他人歧視的目光 第二,緩和因關愛座所加深的批鬥風氣 雖然關愛座的原意是 所有人都可以去使用 但現實是群眾一見到有人坐上去關愛座 即將其拍照片放到網上討論區 大事去批評 例如2017年4月23日 一名女生因為心理痛而坐在關愛座 結果被一名70歲的老婦人放上去 面書到批鬥 最後要當時人和自己親身出來解釋自己是因為心理痛 才停止被人批鬥 而這種批鬥風氣 更加令青少年產生恐懼 專利潮指數在2016年就訪問了近1800多名的青少年 結果八成的受訪青少年都認為坐關愛座的壓力大過普通了 因為被人批鬥所以不夠膽去坐 導致連繁忙時間都出現沒有人膽坐關愛座的關影像 當今日取消了關愛座 可以減少直接因關愛座所產生的網上批鬥 緩和批鬥的風氣 讓座本來是一種美德 但因為繁忙過癡 關愛座 他變成人人鼻子不及的批鬥作 最後想問游方同學 當今日有需要的人士坐不到關愛座的時候 你們有甚麼手段去即時解決這些問題 為甚麼你們認為有需要的人士 連想坐都沒得坐都算利多於弊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的發言時間為3分58秒 無超時無出口分 接著是正方主編的發言時間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問游方同學 主席 評判 正在各位 大家好 聽到游方同學發現 游方說除消關愛座之後 就可以減少這個批鬥的文化 但游方今天根本就混淆視聽 批鬥根本就是針對某些人不讓座 即使是那個人才一般座位 他不讓座 都有機會被人批鬥 明顯游方的利署和取消關愛座 沒有必然關係 游方同學是怎樣成立你的利署呢 然後游方同學是未有完整交代關愛座的背景 關愛座源自於無障礙環境 無障礙環境源自於北歐 是將生活環境中各種有型的障礙而除 掌右雙見人士都可以暢通無阻感 前往不同的公共空間享用資源 以估丹麥國家社會福利委員會 殘疾人護理及康告部主任 便默刻上就提出正常化原則 因殘疾人士盡可能回歸社會 和一般人一樣過正常化的生活 又現在因而在北歐應運而深 不少國家也常知仿效 俄方從取消關愛座對整體社會的影響 作為效量變態的準則 俄方同意下兩方面反正變態 第一從無障礙環境而言 不同地方人益重視社會和人士的需要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九條 為使殘疾人士可以獨立生活 以及充分參與生活各方面 體育國應該採取適當措施 確保殘疾人士和其他人 在平等的基礎上 無障礙出入物質環境使用交通工具 貼藥在2008年在香港生效 不少無障礙措施生計出現 例如公輪椅使用的樓梯升降台 在公共交通工具預留輪椅空間 以及將部份座位劃為關愛座 隔於長者、養父等人士行動不變 承搭交通工具時 不適限在車廁走動太多 故將輪椅上車的座位劃為關愛座 其他乘客上車可以先選擇一般座位 並有需要人士優先使用關愛座 替造無障礙環境 世銀行在2010年 殘疾人權利公約實戰情況 撰寫報告 自出國地政府 應替造無障礙交通系統 更加優先座列為重要無障礙設施之一 若然取消關愛座 將現時依然有需要人士 優先來關愛座的座位全部取消 對於一直致力替造無障礙環境的香港而言 實屬倒退 第二,從市民的公共意識而言 關愛座除了是無障礙設施 更是一種提醒市民的工具 不少國家都用鮮明的顏色 將關愛座區分 包括讓大社會大陣察覺 因為市民的公共意識 因人而異 社會中存在一群公共意識較低的人 需要外在環境提醒 關愛座對於他們依然有下 提醒他們上西的時候 先選擇一般座位 讓有需要的人士可以優先使用關愛座 亦提醒他們多留意身邊有沒有有需要的人士 根據明光社生命及能力研究中心調查 對於關愛座的看法 超過九成受訪者認同 乘客應先考慮一般座位 而非關愛座 亦有九成受訪者同意 一般乘客可以使用關愛座 但遇到有需要的人士的時候 乘客應首先養出座位 可見關愛座發揮提醒市民的作用 若然取消關愛座 則失去一個有效的渠道 提醒公共意識較低的市民 令有需要人士 更難得到位置較方便的座位 亦令他們更難得到協助 綜合以上兩點 便是理應不成立 就想請問有方 因為小部分人的不當行為 而取消所有關愛座 令到香港的無作用環境倒退 是否都叫你大於弊呢 多謝 反方轉變的發言時間為3分41秒 無超時無需求分 接著是公免環節 公免一方可自由挑選 對方有一個變為回答問題 並打斷對方發言追問 回答方不得反問 亦不得打斷公免一方發言 如有違規公免一方可即時指出 評判的認同可直接求分 不持一分 如公免一方如常發言 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求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無號 現在請政方自由派出一位變員 做出公免 請你自由選擇 公免一位變員 接受質詢 報告轉變 好 政方公免開始 你有兩分鐘時間 我想喝樂 當你今天看到社會上 有一些有需要帶我們肉眼 看不到的人士 例如心理痛 等待等發病徵 他們需要不需要得到這個N 坐這個關懷座 很需要 但如果要一般座位的話 他們可以坐一般座位 有方同學今天跟我們說 他們需要 很多時候有方同學都看到他們需要 但當你今天看到的是甚麼 例如一些 你看到裡面有一個腳筋的男子 他們這些是有需要的人 他坐在關懷座之後 被一些老人家去罵他 放上網公審 因為他沒有讓到優先座位 我想問有方同學這個問題 怎樣解決 首先有方同學你說的 這個不是關懷座的錯 也不是坐上去的 鞠躬和人的錯 有方同學今天跟我們說 不是關懷座的錯 但我們今天看到的是甚麼 就是因為這些老人家 他們覺得關懷座是為他們而賤 他們覺得這些人士 因為我看不到他們有需要 他們而賤是青年人 所以我們思議 關懷座應該要養給他錯 但我們今天看到社會上 還有一群人性需要的人士 就是發生的心理痛痛痛等等 我們這些都是肉眼見不到的時候 但這些老人家就認為 他們會將他們的樣子做 有方同學 所以這就是老人家 他們自己的思想有問題 有方同學今天成為了老人家思想有問題 我想問這個現貨 是不是在社會上賣而進去 不是 為甚麼不是 當你今天看到這些 通常案件越來越多的時候 甚至我們看到 中文大學學生線的同學也指出 一個年輕人催淚光外座的指出 一個老人家上了座位之後 一直沒有皮屍眼光亂進 原因是因為他沒有讓座 但當時電車上 所有人都應該有這個站 讓他讓他讓座位 所有人都將這個碼頭指向 坐在光外座位 在身上的時候 我想問有方同學 看到這些現貨嗎 首先 有方同學 我今天看到 根據這個名牌審理的調查 其實那些有九成人 是認為那些人可以坐在光外座 有方同學 我想問他認為那些九成人可以坐在光外座 就知道他們要讓座位 他們要讓座位的原因是甚麼 是因為怕被人公審 還是因為他出自這個 就算是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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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輪到方方豐便 反方便 請自由派書作為變員 請你自由選擇 正方的一位變員接受質詢 請聽聽聽 好 請請風 反方方便開始 兩分鐘時間 請問我們知道關外座是怎麼來的呢 關外座是因為原本想讓人 真心去幫助一些人 養助比較有所人 幫助是否只等於養助 不是 有可能既然知道不會只等於養助的時候 為何有可能覺得只是養助才能證明人體呢 但現在我們看到有關外助就是 讓人家真心去養助 但我們聽到他們不是養助 我們不知道關外助為何在車頭而不是在車尾 就是想有所人的人可以儘快得到幫助 沒錯 如有可能所說 要有所人儘快得到幫助 方便他們上樓的時候 為何有可能單單局在養助 為何你可以拍攝 但今天我們完全分裂了 到底我們不是真正幫助他們的雙營神 我們看到的方法就是看能不能幫助相殘 有可能我們說的那些人性需要的人士 在你取消後幫不幫到 幫到的方法 今天我們看到 請幫人解釋清楚你要怎樣幫助取消後 今天我們原來取消之後 有些人不需要再擔心自己被這些目光去歧視 到底我不是在這個位置 今天我們說的歧視的人有多少多少還是少 規劃問題在大眾裡面漸多還是少 這些反應是有幫助的 有些人要論證請起答是多還是少 今天我們見到原來取消證 多還是少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正面回答多還是少 多 今天我們見到的就是 所以有方和我們見不見的問題是 你有沒有民調去顯示它有定方 今天進地遲指數已經看出 原來有八成的中華山 因爲發暗力所以才養了 有方和我們 沒錯 同一個民調我們見到九成人都沒有分解 一般人都覺得一般人可以坐在荒外組織 那我們的分解有幾大 有方和我們先看現況 原本是有些人 不是看不看現況的問題 你不要只說你眼鏡都是等於多的 有方和我們 有方和我們 忽視現況和我們說 你有沒有這些問題 但我們今天要有很多的例子 有方和我們根本是空口說八卦 今天你覺得多是基於什麼 因為我方主編已經說了很多的例子 跟我們說 但原來今天是一個大肚子 他沒有被人出來 他簡易站在那裡 我明白 我明白 有很多例子 但因為這些問題 社會佔小數的時候 有方和我們覺得 我們可以為了這件事 隨消職都回去做 原來是佔小數 現在方便環境正速 輪到警方第一天後面 你有三分鐘時間 有什麼好正確的 誰知道 主席 評複在大家好 今天我方和主編 又走出來和我們說 那些批頭文化 不是如於瓜外座 我方的確承認這些問題 是存在的 但今天我們便是想要討論的 就是今天要解決 由瓜外座衍生的直接問題 我們今天看到瓜外座 就是加深那些批頭文化 又原本一個人 無緣無故的 就是批鬥的人坐在一個位置上 變成了什麼 人家大家公審一個 坐在瓜外座上面 不要理解公道 這個需要 令人變得片面自私 不理會別人的感受 這就是對於大家 對於想法的改變 正是深化了今天批鬥的文化 當取消到瓜外座之後 起碼會有人站在道德高地上 之為正義 今天審視這班 坐在瓜外座上面 今天瓜外座的批鬥文化 不會被深化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更好呢 另外可能我們跟我們說 說瓜外座可以提高一般人的意識 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第一 今天我們要和我們論證 到底瓜外座 因為瓜外座出自真心去養助的人 有多少 第二 今天我們要看回現況 根據專利潮指數當中 八成人都同意 因為如果我不讓座 就會被人另類歧視 會靠著讓座壓力 可以看到今天推動瓜外的文化 容易是想人真心幫助 給人手 現在變成什麼 只要人基於群族壓力才能做 我想問 有可能想見到個人共鳴呢 另外可能我方主便問 有可能到底有什麼方案去改善呢 其實有可能和全部提及 有什麼方法去解決 可以看到其實今天有可能知道 這些批評和標示 爭執的問題 但有可能完全不解決 為什麼功力不是取消瓜外座更加好呢 其實今天通過了幾個人 標籤零零零零 有一個人像 只是覺得 任何雙殘舌長者才有 所以就好像我今天所說 今天有可能只是 重視雙殘舌 到某一個位置 讓他們去坐 但今天我們看到有需要的人 不是只有這一班人 就是我們今天 穴經痛 今天身體平衡 但這些我們都沒有辦法 去從外表判斷出來 這些部分 不能從外表判斷的 就例如我們今天 《蘋果日報》 18天4月報告指 一個廚工 因為通宵工作 好距離 所以就坐在關外座上面 你一位男子上車 就要求這個廚工去養座 但因為我們看到什麼 原來呢 大力的位置空缺 但廚工不願意 最後雙方發生爭執 甚至打鬥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個關外座出現 就是令大家對於關外座 覺得看到有需要的人才可以坐 一般沒有特色的人 根本就沒有辦法 甚至是被人批評的時候 當中沒有考慮過人來感受 這個位置衰的時候 我們還不是體驗 因為剛才所說的關外文化 另外養座原本就是一個幫助人的行為 正如台灣富仁大學 哲學系 在離家上修衛學 就知道 這些衝突被人理解為是天條 一些人 因為他 因為我現在讓座 被認為理所當然 但是 今天我們看到原來 原來我讓座 沒有被人感激 甚至被人襲罵 根據《情報》的2019年的報道 就知道 一個學生背著書包 但他依然把他關外座讓給其他人 就被人罵 關外座 我不是讓你坐在一起 我沒有那麼大人幾 那已經是正正反映了 今天養了 不會被人感激 還要被人罵 這個不是我今天想 達致保留著關外座的局面 有關我 我們除了消息之後 起碼見到不會有人 為這些真心事 為何不是更加好呢 謝謝各位 正方第一負面的發言時間為3分0 和廟墓超時無需扣分 現在又是反方第一負面 發言你有3分之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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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簽證 介紹一下 主持評判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光學有兩大論點 第一是希望可以消除歧視 令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得到幫助 有光學說 現在有很多外表案是不明顯 但實際上有需要的人士得不到幫助 但有光學已經承認了明顯需要的人士 是可以得到幫助 但有光學你說 現在有很多批鬥弄到這些人士是幫不到他們 但先看看 批鬥是否軟掛了呢 不是 如果你見到其實 在右方的例子之中 是因為有些人誤解錯了一些隱形需要的人士 不需要幫助 即是如誤解 即是你取消了光學之後 誤解仍然存在 批鬥仍然在一般座位上繼續 例如一個名叫Miko的女性客 她因為有明顯的腳傷錯在一般座位上 仍然被老人家批鬥 即是說你取消了之後也沒有任何的效果 不如有光學你論證一下你自己的乘客 究竟在哪裏 有光學說 見到明方性民調子春 九成半的市民都認同 一般乘客只要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都可以再去幫助 有光學說 你這個誤解是非常之小的 有光學說 你不去消除為數不多的誤解 而去消 而是取消整個幫助 你不是一個斬腳趾被沙蟲的做法嗎 有可能第二個論點就是要緩解批鬥 我方公辯的環節問 你有可能和我批鬥有多少嚴重 有方法很多次都答 總之有說 我們現在看到有八成的中學生 都覺得坐過去做比較大壓力 但先看看 有可能你沒有控告壓力的源頭是甚麼 其次是為甚麼壓力一定是負面 而我們看到就是 關愛座是提升了市民要讓座 而我們坐在關愛座上面 就知道我要讓座 所以就給自己一種壓力 我要時刻刻刻留意 身邊有沒有有需要的人士去幫助他們 那為甚麼有方法說 你可以形容到這種壓力 是這麼負面 這麼有問題的呢 然後有方法說 其實你自己也對一副 其實也舉出了一個問題 是說 現在人們不主動讓作 會被人歧視 即是說 其實你取消關愛座之後 不主動讓作 仍然被人歧視 有方法說 你究竟取消關愛座之後 會少了多少批鬥呢 有方法說 不如我再問清楚 有方法說 有方法說 現在是預留在哪裏 所以人士很有問題 明顯有方法 你不知道關愛座的本質是甚麼 請問大家 為何關愛座要設在近車門的門口 就是近車門的位置 因為它不單止一個 叫人讓座設置這麼簡單 它是一個無障礙的設置 大家想像一下 你走進車廂 你見到一些普通座的空位 和關愛座的空位 你會坐在哪裏 所以大家應該會先坐一般座位 因為大家想盡量留一些方便 上落的位置 不知道何時會上車的 有誰有人士 若然有方法 你覺得這樣也有問題 是否我現在不去茶屍 去女士 我現在預留給商場人士 去用 是否這樣也有問題 所以請有方法 你搞清楚關愛座的本質 下方有方法 你自己 我可以取消之後 可以令到人身衝揚走 不如你自己動一下 請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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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有方法 我們看到坐在普通座位 仍然會有什麼情況出現 我當時的現時 真正的問題仍然存在 但你都看到 關愛座出現後 正正就是加劇了這個批鬥文化 但你見到這個人 原本不會無故坐在座位 而真正 後來現時 已經顯示 因為坐在關愛座員 被人罵的情況更加多 我們今天看到中文大學 中大大學線的報告都指出 一個青少年 坐在關愛座的情況下 一個老婆婆上車 但全車人都有讓座的責任的時候 那些人是怎樣的 就是把矛頭指了 坐在關愛座的位置 那個人多了 我們今天看到社會上的 那種運快點 越來越演變成為 吾像是因為關愛而讓座 而是把那種責任 推到關愛座的人身上的時候 這些是否有關頭我真正想要的 推動真正的領葬文化呢 但我本來今天 在關面的時候 就跟他們說到 有九成的普通人 都認為關愛座可以坐 我本來看到大股販人 都認為關愛座可以坐 但今天看到是什麼 他們是否真的有坐到這個座位呢 當你今天看到坐在關愛座之後 會被一些老人家攻守 他們會認為 為何你要坐這個座位 為何不是應該我坐的時候 坐了他們反而會被人罵 甚至我們今天看到 關愛座也有八成的青少年說到 他們不敢坐關愛座 因為他們坐了就會被人罵 關心的時候 有些驗況 有些人有沒有看到呢 其實關愛座出現的本身 原則上 並非只是局限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坐的時候 為了這些有需要的人士 我們就應該要讓出 讓出座位 好可惜 國人關愛座和國家實行 亦都引來了不同的肺炎 不但在推動關愛文化上 時效未見顯著 外面更加有約常在影片 批評青少年佔用關愛座 或者一些長者粗魯地 要求別人讓座 這些情況正正就是關愛座現身出來的閉處 這些正正就是一些誤解關愛座的懸疑 當你今天看到關愛座這些懸疑 不停地被誤解 由社會的矛盾家 其實今天取消關愛座正正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而當你今天看到關愛座 現時不停地被稱為一些批鬥狀 甚至面書上也有關愛座連盟的出現 質疑關愛座的成效 甚至是挑戰的時候 令到關愛座已經失去了懸疑 然而同時也衍生了一個獨有的問題 就是因此老人家往往為了得到關愛座 而遲老賣老 因為自己是更加老 所以即使在學路上車 見到一些人坐在關愛座 也就算他們不言語地說出一些的話 也會用眼神站在那個人面前 給一些說話 甚至是一些表情去看 各人認為那個人需要讓座 而其實今天不僅僅在香港 周私實行了很久的授意 他們的地鐵負責人都說到 但多數的長者極相信音 是關愛座去為他們而遲 關愛座已經失去了原本的懸疑 同一個問題其他國家一樣發生 我心想有分為有什麼方法解決呢 我請各禮 正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0秒 沒有超時無需求分 現在請反方第二負面發言有3分時間 答案 Jafy和我們上座各位來到這個位置 不然發現今天有科學由始至終在玩一個放大 大宇宙的游戏 有科学一开始 第一 和我们放大批斗问题 不断用很多的例子和算验 一时有阿婆 会责买一些孕婦 一时有老人家 会责买一些年轻人 但有科学由此始终提过文条 只有一个 原来就是说那些人一旦不主动让作 他就会被人另类歧视 但即如有科学所说 他不主动让作就会被人另类歧视的时候 为什么一般座人会发生这些行为 为什么一般座人会发生这些问题 正如有科学所说 即使你取消了科学之后 假如这一班座人一般座的市民 他依然不主动让作 他依然会被人另类歧视 有科学想解决他一批的问题 其实由始至终都没有解决到 而莊姐就是今天有科学都承认了 原来对科学有五眼的 就是一小部分人 但他就很担心一件事 就是觉得这一小部分人 他会用另类的眼光 看那些普通人 他会用另类的眼光 看那些年轻人 第一 科学 正如你所说这一小部分人的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有科学要牺牲整个关外作 去解决他们这一小部分人的问题呢 既然这一小部分人有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的 就是让这一小部分人 评解才能够真正地做好 今天有科学想做的事呢 反而有科学取消了 不单止误解既然存在 这一班人依然会继续批斗 更深之 连本身关外作 能够帮到一些显示有需要人士的 这个例子都失去的时候 今天有科学能够帮的究竟是什么人呢 由此之中根本自己的一个 眨矩指尾山蟲的行为 完全不值得 而第二个问题 今天有一个不断缩细自己的论证责任 不断跟我们说 现行的关外作有很多是蔽属的 你取消了 理准就自然而会出现的了 很奇怪的是 因为我发现由此之中 都没有做过一个正方的论证责任 没有跟我们论证清楚 究竟取消了关外作 会如何出现你后终的理准 有科学想帮一些隐性需要人士 但从来没有说过 为什么取消了关外之后 他们又不会被人批斗 假如他们坐这些搬坐上 你依然不让作 其实他们依然会被一些 有缘解人士批斗的时候 有科学你到底帮到什么人呢 有科学还想要人人都可以让作 人人都可以做到 人人都可以做到一个关外公元的社会 但今天有科学又有没有说过 为什么我们取消了关外之后 会突然做到呢 为什么市民会突然停一声 就意识到我自己需要让作 为什么会做到有科学 我口中所说的这个让作文化呢 从来没有论证过 即是他变得很口善白话 跟我们说了关外在演讲的问题 他从来不敢论证 而去到最后 其实今天有科学 从来不会认过 关于无障碍环境的问题 当然有科学其实你都知道 原来这个关外作 这班验证 他们这班有需要人士 是这么重要的时候 今天有科学失去了关外作 你不单止领补不到他们的损失 既然你原本想帮助的有少人士 都帮不到 想帮助的工作 都帮助的 想帮助的工作减少批评 都帮助不到 今天有科学想要两全其美 帮到两班人 结果最后是两头单 谁都帮不了的时候 今天有科学究竟想帮谁呢 老头卫 農工第2部电的发言时间为3分 第3秒无超时 農工 现在人进行 进入自由电路环境 双方共有3分钟发言时间 多谋多发言时间有缘 本人会宣布另一方正月时间 该方向自由排出一位 或多位变远发言 而每位变远都必须在互幻前发言 互幻前结束时 在场人士发现 有变远还未发现 该变远所属一方将被 每位变远会扣除联分 请问双方有没有关系 若果自由辩论环节现象开始 请正方在外面应受先拜论 所以有分同刚刚我问你 看到一些人是因为 基于怕被批斗 怕被人公審 才是阳作 那又是否符合 关系作本身 想帮助到全部有需要的人士 和出现更新的阳作的意味呢 有分同刚刚你讲的这一番 你讲的这番数据是哪里的呢 有分同刚刚你今天看到社会现况是什么 因为刚刚说阶极了批斗的文化 令到更多人 我刚刚也讲过中大大学的事 我都讲到 将这些人让作用 他们应该让作用 推了被阳光做的人 这些是否有分同眼中所说的让作用 我们看到明哥 我写影幕和指出 其实九成人都认同 全部乘客都有分等的让作业务 有分同来解释 有分同的让作用 我想问 现在我们看到原来这些人 是基力压力基于被逼才能够做 我想问一下 可能今天人们越被逼就是冤越挂 有分同今天重复了很多次论 由此始终觉得 一班人让作就一定是被逼 但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 任何数据的时候 我方很难受议 今天我们看到 当时前指数指出有八成的青少年 说出怕被人攻心 坐下的压力大过普通了的时候 这些不是数据的 有分同我们看到 人们是怕被人攻心 所以不是出自然风 去让作 可能还能够到这些数据 其实有分同 有分同学 你先讲一下 那个压力是什么 我方同学 你今天看到正正 就是因为关外座 他们令到这些人 无人间认为阻碍 所以不是将这些人 放上网 攻心的时候 我想问多一件事 有分同学一次 成不成是今天 那些人将这个样状 指向了关外座 那个样状 指向了关外座 等等 有分同学 其实我都看过 理由理方所说的那个民调 其实由此始终 就是讲话 中学生觉得 坐关外座的压力 比一般座 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 他们有什么压力 为什么有分同学 可以先入园主 就直接断言 他是因为批诺才害怕呢 而彩姐就是 今天有分同问我们 是否推卸了责任 我分解你从来不是 同一个民调 有分同所说的 专利潮指数 很多有八成人 都觉得 一般座 都觉得 坐在一般座 都需要养聚的时候 其实从来没有人 推卸了责任 就是有分同学 有分同学 我想问 我们现在见到 差不多大部分的年轻人 差不多大部分不是老人家 如果人家坐在关外座 都会被人摆上去网上 在直觸情人 整天的时候 有分同这个是否有一个压力 请问 如果我们要问 条例 是不是差不多呢 有分同我 当我们今天 如果你们拔他这样的鼻子 他们不敢的音 会和我们说 这个码头关外座 但我们今天见到 社会上的电话 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见到一些 心理痛 突发性不舒服的人 他们坐在关外座 这些都是有需要的人 但今天他们坐在关外座 就是什么 被一些人公信 被一些人批准 我想问有分同学 这些人我们需要不需要帮 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 其实现在避免的就是有分同 因为有分同现在没有数据 只有例子来看出来 他看到这样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数据呢 有分同学 有分同学说 这些例子不可以数据吗 当我们今天见到这些过例 我们每一国都需要帮的时候 有分同学是不是跟我们说 这些厌货我们可以不理 这些人我们可以不帮呢 没错 我分同知道现时有很多例子 但有分同这些 在社会上见多数还是少数 有分同都不敢回应 而最后就是 其实今天我方 由始至终都不需要 论证解决方法是什么的 反而有方作为一个正方 你需要论证 这个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才可以论证到取消下的理数 好了 这个位置有分同终于成了 现在有这些问题存在 今天我们不是要看到 这些是多数和少数 总之问题其实是要解决 但今天可能一个方案 我都没有提出来 我再问多一个方案一次 我们怎么解决这些批斗问题 好了 终于提清楚了 原来有分同学说 就是只要还有一个人批斗 你就仍然要取消外外状 但再重新一次有方和我 既然是否会论证少数问题的时候 为何我们不可以去澄释问题呢 反而是有方和我 你不是应该要问我方 有没有解决方法 是你要论证这件事 永远无法解决 才可以论证到 你后面除消后的理数 而不是一直把推证 论证制议推证给我 但今天我们看到什么 原来这些批的问题 是源自于 今天关我再出现才深化了 原本这一问的存在 我们不能够论 但今天我们看到什么 原来关我再出现 就令到人继续去批斗 原来坐在关外状 但原来我又有 所以我心理的很大 也依然被人继续 我想问我 今天我这些人有衰 但没有被人见到 没有被人继续 反而被人继续去看 今天有没有人继续去看 是 那有方和我取消了关外状 之后还有没有呢 有方和我说了 关外状 加剔了这些批斗 有方和我怎样解决 因为关外状现身的这些病毒 有方和我都不敢回应 很明显你都知道 原来取消了关外状 依然会有这些批斗问题的时候 有方和我取消了关外状之后的利处 究竟有多大 让你认证清楚 有方和我今天看到 起码取消了关外状 但他们坐了之后 不会让人认识 有虽然有得坐 有方和我 原来有方和我看到 你所说的对这些人 对关外状的误解 只是这些成人觉得 一般人不可以坐关外状的时候 你这个误解有多大 但为什么我们会为了这些成人 而去取消厨厕所的关外状 有方和我今天就和我们在 折抗我们的数字 但我们今天看到什么 我们今天看到有不同的 新闻网上有不同的人 慢慢地不停地放了一些人 一些人被人採用关外状 但我们今天看到 这些东西加加慢慢 可能已经有百多单 其实有方和我 这些就不是数字 这些就不是问题吗 有方和我 原来你的数字是自己计算的 有百多单 有方和我这个数字 在香港占多数还是少数 你从来都不敢证证 你知道其实这个数字是属于少数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为了少数的人 去取消整个关外状 这样还是未理大于 为了有科学生认证 你今天应该认证的问题 好 今天我们说小数 但是现在小数我们不算多 我们今天看到有科学生认证 关外状现生出来的弊症 我们今天可以用什么方法 解决 多先说一下 证方法 证方法 证 证方法 证方法 证方证证 22秒 发言时难可自由派出 变远败用 其实今天有科学由始始终 都不明白理大于弊 是什么意思 原来在有科学生认证 我为了一个一成人取消关外状 令到所有有需要的状事 都失去这个无障的环境的时候 有科学觉得这个还是理大于弊 有科学很坚持的 只要还有一个人批证问题 只要还有社会上 还有一个人批证问题 我们都要取消关外状 但有科学这样 还是不是理大于弊呢 他从来都提过这些书 反过犯言时间结束 之后必须的环节结束 现在是见面环节 双方有一分钟的时间预备 吃饭 一会儿 切换 给他做不断 让它切换 切换 老化 老化 準備時間結束 先由反方 揭面總結 你有4分鐘時間 準備好 不知大家有沒有試過 看到路燈上有一個紅色合作的裝置 為了加快轉燈就不斷按那個裝置 結果結果無法如願加快轉燈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因為按錯了 其實按那個是輔助視像人士過馬路的 設有震動器的發聲裝置 而另一種上面設有紅色顯示器的 才加快轉路燈的行人過路裝置 而這兩種都是關愛和關愛座一樣 為了營造一個無障礙環境而設立的無障礙裝置 但當政府正在努力實行 這個無障礙理念的時候 有方卻揚義 除了取消了無障礙設施的關愛座 會帶來更大的利處 所以就辦下了以下的錯誤 第一 今天有方同學論證不到山蠢關愛座之後 有作促進關愛文化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全場就說 很想要幫助那些人性需要的人士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都沒有提到那些 顯性需要的人士 其實有方同學已經認了 其實關愛座是可以幫助那些顯性需要的人士 只不過是那些隱性需要的人士幫不了 那是不是因為幫不了那些小部分的隱憾性需要的人士 就要除消關愛座 導致最後隱性需要的人士幫不了 顯性需要的人士都幫不了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是道過唯一的 最後哪個都幫不了 另外有方同學就將這個習慣說 現在的關愛座 儲關愛座的人士會被其他人推了責任在他身上 認為他才需要讓助的那一個 其實有方在自由辯論的時候也提出了民調 其實大家都認為人人都有責任需要讓助的時候 可見今天有方同學的論點是不成立的 另外有方同學就說 現在有方同學是逼他們讓助 其實讓助是需要由心出發的 但是今天有方同學論證不了 取消的關愛座之後 這個關愛文化會一時之間立刻提升 其實這個關愛座取消了之後 還有他們會否讓助中間的必然關係 有方同學根本都論證不了 好了 去到第二個錯誤 就是有方同學無法論證現時的批代 放棄性恨 有方同學說到現在這個似是而非的批代問題 很誇張 所以一定要取消才可以解決到我這個問題 在誇眾取從 但其實今天有方同學提出的例子 只是跟小數提出極端的例子 就說了 現在有很多人 現在的批代公平很盛行 有方同學要求有方同學提出一些數據 有方同學我提出不了 只是一開始提出了一個數據 就是我進理潮指數 而我方的前場就已經反隔了 有方同學說無可說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是需要論證 要取消了 要需要論證 這個問題是大部分要取消了這個關鍵組 才可以解決的 但因為有方同學說論證不了 有方同學就是為了一個小部分批鬥的問題 就說要取消這個關鍵組 最終就帶來更大的閉嘴 導致這個有需要的人士 沒有辦法被人養到之外 另外也都無法營造這個無障礙環境 其實來到最後 現在這個無障礙概念 已經漸漸受到香港政府的重視 但對市民的教育和宣傳等等 做得仍然不足夠 所以大家就對這個無障礙的裝置等等 一致判解 甚至還未了解營造這個無障礙環境的重要性 是要為有需要的市民帶來便利和優質的生活 所以我希望由方同學打壓最後的結辯時間 說回究竟壞了那小部分的誤解 那小部分的批鬥 而徴銷關鍵組 而破壞了政府自力營造的無障礙環境 是值得的 多謝 我準備了一個很清香的小字 在現時的社會上 我們看到關鍵組的出現 令到越來越多的老人家 覺得關鍵組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專屬座位 亦令到更多的老人家 他們明明有普通過型座 就邊邊只是爭取 只要坐關鍵組 我們也看到有人會特意開個群組 去批鬥一些坐關鍵組的有需要人士 我們另外看到坐關鍵組的人 明明有需要 但只是看不出都會被人家打給人批鬥的時候 還有一個委員想問 這個是不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想要推行的關鍵有善良好的社會風氣呢? 其實總結今天成場比賽 我們不願意發現有方同學將幾樣計畫上一個等於 第一就是有方同學將有人讓作就等於是好 有方同學今天全場就跟我們說 今天關鍵組的出現 令到一些老人家、有需要的人士、殘疾人士 就有位坐了 但有方就看出有些人是有需要 但聽不出人就沒得坐 有方同學怎麼回答 這些只是小部分人士 我們不用理會 有方同學 再各位 我想問我們方所講的有任苦 站到下體出血 有人被老人家打 有人被人批鬥 這些我們就不需要看嗎? 這些我們就不需要幫助嗎? 我們今天看到關鍵組 現在被人的一個意識是什麼? 就是你一定要被人看得出 你有需要你有先 你一定要頂上殘兵 你真的傷了你才可以坐 關鍵組的原意是什麼? 關鍵組的原意 它是希望你只要有需要 只要你覺得自己不舒服 你就能夠坐下 但今天關鍵組 它現在是扭曲了這一種原意 關鍵組的出現 正正是令到一群有需要的人 坐了之後被人批鬥 不能坐 令到他們的需求被人忽略 我們之前還有關鍵組的時候 起碼大家人人都可以坐 雖然的確是某些位置被人標示了出來 有沒有貼了貼紙 但起碼坐了也不會被人抓 還有各位 但我們今天看到的是比較關鍵 它就是令到這種批鬥文化慢慢地成效 我們是否想要這種風氣慢慢在社會上蔓延下去呢? 第二 有方同學就是把有人讓座等於足夠 今天有方同學只是看讓座的數字又上升 就等於是一個關鍵文化 讓座文化的開始 但有方同學就沒有細心觀察過 一班人讓座的背後究竟是抱住什麼的生態去讓座 的確數字又上升到 但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那些人為何讓座? 是因為他們怕被人批鬥 怕被人擺放上面書 擺放這些討論金去公審成的 所以他們才讓座 例如各位 我們想推行一個文化 我們是否能夠不理會背後的原意 只是有人做就等於是足夠呢? 就是我們今天想推行一個閱讀文化 是否只要有人看到有人借書 是否已經推動了? 但這班人我們看到他們借書的背後 可能因為被人逼 可能因為這班主任 他們不借就要罰他們的時候 這樣是否叫做閱讀文化呢? 其實我們今天做任何的事 根本就不可以好像有關鍵文化的立場 只是看表面就死後 已經做得到 我們看到關鍵族本身推行 希望推廣的精神 是人們能夠自動自覺 希望人們出自真心 但我們今天看到現在的關鍵族 就令到人因為恐懼而讓座 雖然數字是有上升到 看知是有成效 但這個成效是否我們想要的呢? 我們今天全場都是這樣說 什麼樣作文化 那些關鍵文化 但什麼叫做 這些文化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有通常的想法 就是有人讓座 無論被人逼也好 都已經是一個讓座文化 但我們今天看到真正的關鍵文化 是不分普通的作品 是關鍵文化 不分時間 不分地點 不分你是年輕人 還是老人家 只要每個人都盡自己的盟力 由心而快去幫助 就是一個關鍵文化 反一個叫真正的關鍵文化 多謝各位 正方見面快時間為4分 7秒沒有消息 再靠分時比賽局一段 讓大家留意和我們手等一下 多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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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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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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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